首先非常感谢葛院长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从4月1日您前往上海到现在呢 也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内您干了哪些事呢 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呢是浙江业务方舱医疗队 那么总共呢是与设置医疗队组成的 那么4月1号来了以后呢 我们一开始主要是全面了解方舱医疗的介绍情况 一些方舱医院内外过来防控出事的一个完成情况 好的那请问现在目前医疗队在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医疗队有没有总结出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或者模式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浙江医疗队在临港方舱 我们总共管的上位是47906张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浙江队 到昨天下午3点钟为止 我们累计收支的是16,243名患者 那么累计的出药病人 我们是应该是12,703个 那么总体而言呢您刚才讲的管理上有什么特色呢 我觉得管理一体化 诊疗同质化 以前那个就职辅助化 我们那个整个管理体系 而且是它上花塞医疗的一个整个要求 全面的一筹化管理 那么诊疗也是以花塞医疗给我们浙江队 你刚刚也提到了浙江派对江苏对江苏对 这家共同讨论的一个诊疗制度跟旅程 而且是这样同质化的一个设施 保证每一个百住 每日每刻每一层楼都是相应的在家 一旦出现一个警戒抢据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复教 快速的设施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 我们方舱医疗内 坏者的那个生命的二决 您刚刚也提到了浙江派出了非常多的医务人员 赶赴上海 那这些医务人员的物资是怎么保障的呢 也是古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确实那个您讲的物资保障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之间大陆方定 主要是保障我们的防务服 防务口罩 等一些防务用品的一个保障 那么到昨天为止 大概总的发放的 包括防务服口罩 手套啊 这个等等 大概总共是十五万截 这个防务用品 十五万截是一百二十多万截 这么一个数量 除了向患者提供治疗之外 在心理疏导方面 医务人员有没有提供一些帮助 或者关心呢 我们对防创医药的患者 其实做的常规的医疗之外 做的最多的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个心理上的一种帮扶 那么我们另成了 是将省原副防创医药医疗队的 一个心理个预组 我们去的时候 每个十个医疗队 每个队都有一名心理医生 加多名那个心理咨询的父子 我们随时排查 那个内防创医药的患者当中 有没有既往也进入 结病时的患者 作为我们重点心理该预的 一个对象 以防他们在防创内 出现心理上的一个极具的变化 那么第二个内容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医生父子 尤其是心理医生 我们跟心理咨询师 我们每天都会对整个防创 国内的区域 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查网 那么去排沫 有没有出现心理上的一些 变化的一些患者 那么如果出现 发现这样的一个苗对 我们其实都进行心理的一种干预